好,我们来介绍成绩排柄 然后我们用到相对参照与绝对参照 我们开启幻力档 排柄的话呢,在这边 排柄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总分来进行排柄 那怎么排柄呢? 我先讲一下,他排柄的原则是这样子 排柄原则是以某一个人的成绩 成绩呢,他在他的母体当中 他的排序会如何? 排序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母体呢 他是由大到小排排第几 或者呢,由小到大排排第几 所以呢,这个排柄方式会有两种 大家要了解一下 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说分数的排柄呢 应该是从总分当中 由大到小 分数由高到低来排柄 好,那我们来看这边 这边已经帮大家用好了 那我还是删掉重教一次 好,排柄的话呢 它是一个函数 它叫做RANK 好,我们按函数 好,函数当中呢 我们来看统计 统计里面呢 找到RANK 好,下一步 我刚讲说呢 它要传回说 我在一组样本当中的等级 好,那第一个就是自己 我以总分来看的话 我是这个人的总分 要在样本当中排第几 所以第一个是点自己 第二个是换围 好,换围呢 是全部 在这边呢 我们必须 用一个符号 叫做前字号 那前字号的话呢 按键是 键盘的SIFT按键压住 再按 有数字的4的地方 它就出现前字号 键盘到K跟3的中间 让它产生K 前字号3 好,同样方式 在27的前面 也要有个前字号 前字号的意思呢 就是3到27 在排列过程 不会改变 接下列型呢 在这边 0或者省略 代表是降序 排等 所谓降序就是由大到小 我们成绩就是由大到小 所以这边 我们还习惯呢 还是输入0 好,这边看一下结果4 结果4的话代表说 这位学生第4名 好,我们 这样子做的话呢 看一下坐标 哪个坐标 就是换子坐标 K3到K27 再点下一个 K3K27 再点下一个 K3K27 那这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人就是K3 在自己的母体 范围内 是排多少 这个人 在K4 K4呢 在这个母体的范围里面 排多少 好 所以这样子计算 那再讲一下 我们这边多一个东西 就是前字号 你叫前字号之后呢 这个部分 就会被固定了 固定的东西呢 固定的范围呢 我们称为绝对参照 那移动的时候呢 这会变动的部分 这个8 或者移到这边7 这个叫做相对参照 在之中 有点赞照 肯定了 无论 这一辈子